常言道 卖猪看卷 这句话还真不假 下面就是一个丈母娘插手女儿夫妻之间的事 导致自己被孤爷撒耳光 女儿婚姻破裂的真实事件 一起来看看吧 陈斌和小丽是在打工期间认识的 当时陈斌是工厂里的老员工 小丽有不会的东西都会去找陈斌帮忙 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越变越好 渐渐地陈斌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小丽 于是有一次在下班的时候 陈斌主动约小丽去吃饭 祝小丽是不同意的 她觉得女孩子一个人在外上班 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陈斌说你别想太多了 我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才请你吃饭的 没有其他的意思 这才让小丽同意了和她一起去吃饭 在两个人的吃饭当中 小丽的家庭背景很好 父亲是开公司的 小丽不想靠她父亲 所以一个人出来上班挣钱 证明给她父母看 自己可以独立生活 两个人憋思憋聊天 就在这时小丽被抢吻了 陈斌就告诉她 当她第一次见到小丽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了她 一直没有机会和她告白 今天终于鼓足了勇气 此时的小丽也觉得 对面这个男人是真心喜欢自己的 并且在平时的工作中 也特别的照顾她 就这样小丽答应了做她的女朋友 时间久了 两个人就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于是就商量着把双方的父母约出来见个面 顺便把两个人的婚事给办了 当然 双方父母都没有意见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起初两个人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陈斌每天都会为小丽做不同的美味饭菜 这也让小丽觉得自己当初没有看错人 可是婚后 小丽不愿意和她的父母居住在一起 没办法 陈斌的父母就拿出了20万给他们买了房子 就这样 陈斌和她的父母分开住了 每次当陈斌休息的时候 都想着回去看看自己的父母 毕竟他们年纪也大了 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孩子 可是每次当陈斌要回去的时候 小丽说什么也不同意 陈斌又不想因为这个小事和小丽争吵 没办法 只能不去了 而小丽每次都会让她陪着她一起回丈母娘家 每次去都拎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都没有对我自己父母这么好 可是我又不敢和小丽说 有一次我趁小丽回娘家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回老家了 当我回去的时候 发现我妈正扶着我爸往家来 我一问怎么回事 原来是我爸病了 为了不让我担心就没有告诉我 我心想他们两两口当初给我办婚礼 然后又给了我二十万买房子 亲的手里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于是我就把身上金油的两千块钱给了我妈妈 然后回到家之后 我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丽 小丽听过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是就在这时 我的丈母娘竟然对我发起了火 她说我竟然不和小丽商量 就擅自做主 把钱给了我父母 我当时一听就不乐意了 我给我父母钱怎么了 平日里你女儿也没有少给你钱啊 我说了一个步子吗 不要欺人太胜了 就在这时 小丽竟然第一次动手打了我 因为我当时也在气流上 也打了小丽一巴掌 没想到我丈母娘这时突然给了我几个嘴巴子 我真的非常生气 就把这几巴掌还了回去 我父母都没有打过我 你一个丈母娘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打我 当时我和小丽提出了离婚 我觉得有这样的丈母娘在中间捣鬼 我和小丽根本就不会走到最后 倒不如早点结束这段感情 事后小丽也打电话请求我原谅他们 说这次是他们做的不对 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我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和他过日子了 幸好现在还没有孩子 好聚好散